其实来到这边就是定打冠军联赛的时候 可能就是前几天吧 然后之前一直在这边训练 就是在纽约 然后也是接到 就是美方经济的通知嘛 他说就是来这边视讯啊什么的 然后之后就是巧合吧 对就加入到这里了 我还是挺期待的吧 然后因为去年是第一年 自己在这边就是打Summer League 然后今年的话 能换一支球队 就是体验不同的球队文化呀 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经历吧 对 我觉得是感谢 过程 还有什么收获 我觉得首先就是去年 可能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美国的职业联赛嘛 然后就是对很多都不是很适应 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就是试探和尝试吧 然后通过这么一下天的积累 然后也是逐渐的适应了这边比赛的节奏 所以对CBA来说 可能回去我是有一个目标的 可能我今年会再来再去尝试 所以我觉得对于今年还是挺期待的吧 对因为通过去年一个冬天一个赛季的训练 包括比赛我觉得自己有一个提升 然后也是想通过夏季联赛再去展现一下 对 我觉得这是大家对我一种认可吧 然后肯定我的各个方面差的还有很多 所以跟美国球员包括就是这些 都还是去努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到最好 对 我觉得因为这边年轻球员可能更多一些嘛 包括豪哥他在这里也是 唯一能够讲中文的队友 对 所以我觉得这还就是蛮亲切的 对 就是我觉得包括跟他也有很多沟通啊 包括就是一些氛围可能不一样 但是大体还都是都是属于那种积极啊 大家都是就是很刻苦啊 很积极训练啊 各个方面的我觉得对 啊都见到了 但是还叫不全名字 对 你对谁印象最深刻 啊我对谁印象最深刻 我觉得这平常这几天一块跟我训练的 这几个都挺深刻 包括 包括啊叫Horlis Horli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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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也是超搞笑的 他是一个特别 对 所以他你要跟他多共通 他很有意思 我们都特别的意思 对 他是一种国宝 对 他如果 他一场特别活跃 就是特别 特别有范儿的那种感觉 对 他如果跟他赛locker 你想要跟他赛一起 你会有种无聊 因为他会一直很好笑 他会一直说 你一直说话 你一直说话 他要是怎么看的 他会一直说话 他可能会有什么 你一直说话 你一直说话 我本来不训练的 但是我可能会有什么 对